男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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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女狼 男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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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男狼 モンター Pet 老外眼中的台灣男人好命苦 台灣的男生 這是男狼 很尼 遇到 犯規 犯罪 不好玩 非常不好玩 你为什么装可爱的时候 一定要沿舌头 我真的不懂 有很多女生在 哪有可爱 我就很智障 上上听到喜特勒 是你们的国父吗 是国父 我听到这句话 我还知道 可是我听到嘴 好酷 感觉很棒 大家好 我是穿上汪雯 欢迎收到今天晚上的 国公帮帮忙 我是穿宝 我去玩 大家玩 大家好 今天看到現場就知道 我們請到很多國外來的朋友 那今天我們要講的是一個 很奇怪的現象 就是外國朋友眼中的台灣男人 好命苦 所以台灣女人要檢討 而且要知福惜福 因為有一個現象是 外國男生做的事情 他們說浪漫 但是我們如果做同樣的事情 我們就賤貨 真的 不知道為什麼 很奇怪 你們為什麼這樣 什麼事情 你要講講看啊 比方說 跟外國男生吃飯 各副各的 他們覺得 好浪漫 好感覺喔 然後我們 我們如果跟台灣女生吃飯 我們台灣人嘛 跟台灣女生吃飯 真的 我們今天各副各好不好 小氣 小氣 OK 我們今天請到 韓國 法國 尼泊爾 意大利 美國 德國 西班牙 南非 歡迎大家 第一個請教大家的問題 為什麼 台灣男人的代表啊 欠揍 我想請教一下各位 你們來了台灣之後啊 看我們台灣的男生 你們的第一印象是什麼 來 義大利 從我開始 可憐 可憐蟲 什麼 可憐蟲啊 我不是怪異 我是同行的意思 謝謝 謝謝 同行 對 為什麼我們很可憐 因為我覺得你們 自小到大真的是 心不由己 一直要聽別人的話 要聽爸爸媽媽 要孝順 然後要無條件的尊重老師的話 即使在國外我們也會尊重老師 但是我們得先明辨是非 而不是說老師說什麼 我們就要做什麼 所不誠意 不是說我們不懂自己的主見 是 沒錯 一個想法 我愛義大利 而且我覺得你們都會 一輩子輪氣吞聲的 聽別人的話 所以我就是要幫你們講話 我覺得你們很可憐 謝謝 謝謝 講一個壓抑 心酸酸性 所以義大利這個國家的男生 衣服穿得好看 不是沒有原因 對... 可是我們現在愛義大利 來不及了 我們還是台灣男人 下輩子 真的 第二位 DC 你是尼泊爾人還是 還是華盛頓人 不是尼泊爾人 為什麼叫DC DC一般是華盛頓 我叫B-note B-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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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尼泊爾話 對 OK 你好 你看我們台灣男生 你的感覺是什麼 台灣男生比較害羞 害羞 害羞 為什麼 喜歡一個... 他喜歡一個女生 可是他不 不敢講 真的好準 他等等... 可能一年半年 才敢講 對 那你們在尼泊爾喜歡女生 就走過去 你 我想你 太快了 也是不會很快 可是如果有喜歡的話 他不懂 如果喜歡的話 大膽講出來 講出來 對 比較矜持 那接下來我們要問一下這個 我們全世界人 都認為 法國男生 是最浪漫的 對 那法國男生 你覺得台灣的男生 你看了什麼感覺 我本來不來 我覺得你們台灣男生 還滿溫柔的 滿溫柔的 真的 溫柔不好嗎 有時候我覺得他沒有 不夠 懦弱 不夠 不夠 也是 像你會帶你們 女朋友的包包 包包 什麼的 對 為什麼 快快的 因為你自己上廁所 我是男的 我是男的 真的嗎 他是少數的男 不同 不同 也是 很多台灣男生 就這樣的 也看不出來 我很多朋友 我以為他們是二十歲而已 他們是三十幾歲 二十四十歲 所以這樣也是 你覺得我幾歲 大概六十幾歲吧 來 看我一下 我現在比較習慣了 你大概三十幾歲吧 三十幾歲 那你看他幾歲 也是差不多吧 年輕一點點吧 對 我們都三十幾歲 年輕一點點 對 那我還比你年輕一點 可能四十一歲 他問什麼 我們兩個三十幾歲 可能四十一歲 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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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有人說我二十幾歲 你穿粉紅色的衣服 誰說我二十幾歲 我想聽到有人說我二十幾歲 誰說的 十二歲 十二歲 學長 學長 沒有問題 學長 怎麼學長 校長 校長 所以你說男生 就台灣男生比較溫柔 不夠面 對啊 也是會跟我們 有時候來說是台灣男生 過來說 你很帥 好 謝謝 對我們外國人來說 法國人來說 我會覺得別人 別的男生很帥 但是我 就有一點不好意思 我會跟你女朋友這樣 你很漂亮 但女朋友很漂亮 當然 只是跟男生這樣 就是快快 不快快的 放心 我們都 我們講這話不是為愛你 我們是客氣 好 那這個 在亞洲國家 大家都認為 韓國人 韓國人是最Man的 那你看我們 台灣男生 我感覺到台灣男生 比較有禮貌的 有禮貌 是 因為韓國人就是演技師 的時候 就是有背奔 對 可是台灣人就是 剛剛遇到那個大哥 你好 還是有禮貌的 韓國的話就是 你好 長輩是這樣 這樣就好 非常感謝韓國人這樣講我們 可是那你會不會覺得 我們台灣男孩子很可憐 台灣人有一種事情很可憐 就是對女朋友 是不是 對 我跟你講 對女朋友 我們對老婆才Over 我們晚上都是 就是幫他們一下那個 小燕 謝忻他說的Over 是我們太照顧 太好了 照顧得過頭了 無微不至 女生的 男生跟女生是為 你們是為 女生比較大的感覺 女生比較大 對 女生就是感覺到 比較大方的感覺 感覺好像我們男生 都要聽女生的 對啊 我認識那個 那個黑大哥 那個兄弟 兄弟 也是那個 我跟他喝酒的時候 就是電話 晚上都來 好 趕快回家 趕快回家 大哥 大哥 真的 連黑社會的大哥 都要聽老婆 對啊 趕快回家 對不起 你們工作是比較辛苦 比方說 我在這裡 有開我自己的公司 就是一個雜誌 然後我有時候下班 我就回家了 已經洗澡 然後我再吃飯 然後我看 我的家的對面 有一個很大的大樓 就是一個辦公室 然後他們 滿多的人還在工作 我知道他們好辛苦 已經八點九點多了 他們還在工作 還在工作 其實有些人在睡覺 但是還在辦公室裡面 可是你的公司的話 如果你的員工 你會希望他跟你一樣 很快回家睡覺 不一定 就是說我覺得 如果他們結束他們的工作 他們可以回家 但是在這裡在台灣 如果老闆沒有回家了 你們員工也不可以回家 當然 是不是這樣 是 你真的了解得很透徹 所以各位老闆 你可不可以回家 早點回家 好 你不要看 西班牙其實現在經濟很辛苦 對不對 所以來台灣 國家很辛苦 對不對 最近比較辛苦 很辛苦 不是比較 那就是老闆太早回家了 應該是吧 應該是 所以兩個國家 兩個國家不一樣 我們台灣是推崇 老闆趕快回家的運動 然後西班牙是 老闆請永遠不要回家 這樣精進才會起來 那德國的朋友你好 賀少俠 邵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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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台灣人的第一個印象就是 學業的壓力太大 所以 我覺得你們 我們在國外會叫 像你們這種會有點 nerdy 就是只會讀書 不會有什麼社交的 沒有什麼想法 對 可能在 遇到陌生人的時候會很害羞 不知道怎麼講話 然後可能開口就會有一點做作 因為沒有這種經驗 人際關係不夠 社會經驗 對 可能你們到大學才會開始 滿滿跟社交 多不同的人來往 沒錯 對 接下來遇到這一位的厲害 我們歡迎美國總統歐巴馬 謝謝 謝謝 那每個人看我們應該 跟不一樣 謝謝 我覺得台灣的男生不太慢 不慢 不慢的感覺 不慢的感覺 不man 不man 不man的感覺 我覺得 比如說如果 打籃球還是踢足球 你給我看 就是如果我們打籃球的時候 你試試看 我覺得你會有球嗎 有 有 對 對 對 謝謝 我覺得 如果是踢足球還是打籃球 真的不好玩 就是碰到它是犯規 如果美國的話 沒有碰到你的眼睛還是你的臉 我們這時候繼續打 你知道NBA比較長 是 感覺林書還會撞到劉鼻雪 才算犯規 對啊 對 對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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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們今天是要你還可憐我們的 美國代表唱歌 大魔王彭彭發威啦 究竟誰會彈一場 如果美國的話 沒有碰到你的眼睛還是你的臉 我們這時候繼續打 你知道NBA比較長 是 感覺林書還會撞到劉鼻雪 才算犯規 對 我覺得 我覺得 就是 對 對 加油一點 我們今天是要你還可憐我們的 不好意思 我們很可憐 那個謝忻 你覺得台灣男生命苦嗎 我覺得多少 跟外國人比起來的話 真的是比較不自由 然後比較沒有發言的權利 然後比較受爸媽家人的保護 媽寶 然後比較沒有自己的主觀意識 比起來真的是 你是在英國念書 沒有啊 就是跟外國人比起來的話 我以前在英國念書沒有錯 可是這樣相較之下 我覺得外國人會比較自由 所以你還是覺得台灣男孩比較可憐 有 那為什麼外國的男生可以做的事情 台灣男生不能做 例如什麼 比如像剛剛講 我們不要幫你拿包包 不行 可是拿包包那個是一個 吃飯你不能自己出錢 拿包包是一個體貼的態度 例如說我今天去上廁所 你上廁所不能帶進去嗎 對啊 進去會壞掉 沒有鉤子啊 你拿去融化 沒有地方放啊 你沒有掛鉤啊 你不會咬著啊 誰會咬著包包去上廁所 沒有啊 我覺得那是男生的一個體貼的表現 然後有時候付錢是 台灣男生有時候可能會覺得說 我體貼女朋友 我幫你付錢 有這樣說 沒有沒有 大部分都是我們付錢 對 那沒必是愛女生的一種表現 還是說你們 我們被逼的 我們台灣男生一定要付錢請客 對 然後國外的男生跟你們出去 就勾搭是OK的 不會是 我覺得其實在國外很 在西方國家很多女生會認為男生應該付錢 對 所以這個不是 第一個月會的 第一個月會 第一次月 這個就是在 第一次我們OK的 可是我們第六次還是付錢 不行 對不對 因為她會養生習慣 第一次也不要 我講得好 真的太好了 你們義大利是什麼狀態 各夫各的 因為女生他們都要獨立起來 你很恨女生是不是 對 獨立起來 獨立起來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你第一次請她吃飯 她不是每次都期待你 你請她吃飯嗎 那這樣不就是破產 對 有了一次就會有第二次 可是你們女生都這樣想對不對 台灣女生 其實也不會 對啦 怎麼叫也不會 講得很心虛啊 如果男生請我會加分 第二次呢 第二次呢 如果他請的話還是加分 第三次呢 那他請我就再加分 那你的分數可以有怎麼樣獎勵嗎 那依依你覺得台灣男生比較可憐嗎 我覺得 我在這邊是必須要幫台灣男生說一些話 因為我覺得有很多女生她會拿 不同的標準去對待台灣男生跟外國男生 像因為我之前有個姊妹濤 她就交一個日本男朋友 她們都覺得說 日本男生本來就比較大男人主義 所以不拿包包是應該的 不請客 也是正常的 不陪她逛街 那也是很稀鬆平常的事 可是當我那個姊妹濤 跟日本男生分手之後 她交了台灣男朋友 她就常常抱怨說奇怪 為什麼我那個台灣的男朋友 為什麼都不幫我拿包包 為什麼不陪我逛街 然後為什麼吃飯不付錢 我說你之前對你日本男朋友 才不是這種標準 雙重標準 對 雙重標準 我就覺得 也不是每個女生都這樣啦 雙重標準 我覺得這樣還滿敏感 所以我覺得台灣男生這一點 是有點可憐 那你說台灣男生最苦在哪裡 沒有 其實他們剛剛八位 我覺得他們看台灣男生 看得還滿透徹的 因為他們剛剛講的 都有講到我 一路走來都是一些心酸 我以前在旅行社上班的時候 早上七點半開始上班 一直到晚上六點 你講話不要發抖 因為你在我後面我真的 因為我一直上到六點鐘 比如說六點鐘 我想說同事就說 其實五點半就下班了 那為什麼到六點了 大家都還不走 我其實想走了 可是我不敢走 因為老闆沒走 沒有 因為大家都沒走 那我就問其他一個同事 那種比較老的同事 我說下班了怎麼都不走 你看到老闆還在辦公室裡面 我說那怎麼樣呢 他就說 老闆你不走 你敢走 就變成說長期下來 你就一直在那個地方 就習慣了 久了其實我們也習慣了 老闆不走 我們也不敢走 就變成壓力很大 而且那時候我最愛做旅行社 我記得我那時候起薪 一個月好像是一萬出頭的薪水 那因為其實我們常常有機會 接觸到國外的一些 其他跟我們相關行業的人 他們的起薪 比如說日本好了 他們起薪是三十萬的日幣 大家合台幣差不多 那你就當戶的人啊 不是 我現在講說我們很辛苦 就是說 因為我們花同樣的時間 甚至於比他們更多的時間 去工作 可是我們的獲得 不能這樣算 真的啦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日本它基本上 它的消費就比我們高了三倍 對啊 所以他們薪水會有我們的三倍 不是 老郭先生你幾歲了 等你幾歲 四十幾啊 四十幾還講這麼幼稚的話 對 就是我那時候的薪水 到現在來講話 你看已經經過十多年了 薪水其實沒有變喔 可是這整個國家的問題 所以說 所以你今天來是要求 你的那個通告費要增加 沒有... 所以你現在通告費還是一單圍 沒有...我已經很夠 我是夠了 被罵 不好意思喔各位 沒有說什麼 不好意思 沒有說什麼 所以我現在表現給你們看 台灣男生多可憐 對 真的耶 很可憐 那其實你們也覺得台灣男生很可憐 那首先我要問一下那個美國朋友 夏馬瑞先生 最可以 你說台灣男生要當兵很可憐 我覺得對 因為美國的話你不一定 對 就是你畢業以後你就去上班 如果要...一定要當兵的話 因為有很多就是台灣的男生的朋友 會說... 不能上班 對 是一個月 對 現在比較好 現在是一個月 我們以前上兩年 但是... 但是你不要誤會喔 我們當兵是不用打仗 你可以就是畢業以後去上班 你要花十一個月 再就是你不要做的東西 就是你們比較好 比如說我想當兵我就去當兵 對 我不想當我就不用當 很多美國人要 很多美國人不要 對 所以還有因為你們國家的人口 跟我們國家人口不一樣 對 我們台灣人口比較少 對 所以男生一定要當兵 而且我跟你講我們很不錯了 你看後面那個韓國的 是嗎 他們當兵很可憐 我當了兩年兩個月 你...你跟我們講 你們當兵應該比較嚴格喔 對啊 就是我可以... 那個長輩是可以打的 明明 你要做拍下 拍下都拍下 真的 可是我覺得台灣的那個男生的當兵 衣服嘛 也是跟我們國家一樣的嘛 對 不辛苦的 因為韓國啊 有冬天的時候都冷啊 對 對 我在外面那個尿尿的時候 馬上就病了耶 你覺得嗎 對啊 所以台灣男生的當兵 最辛苦的當兵是中烈式的那個 中烈式的那個 中烈式的那個 對 不動的 眼睛都不能一起來的 立正 這個真的很辛苦的 這個我可以插嘴嗎 請 講當兵這件事情 我最無法接受 是有很多長輩他們說 沒有當兵就不是男生 可是我覺得說我們什麼年代了 就不能拿以前的標準 就是現在這樣 義大利要當兵不用 義大利從2005年1月份開始 就是你可以選擇可以... 自由 募兵了 以前也一定要去當兵喔 義大利也這樣 那你們去穿都是阿媽尼的 什麼 他們軍服真的是設計過的 但是也不用到阿媽尼啊 而且曾經有很多被欺負的這個例子 在義大利 你們以前... 你們以前的敵人是誰啊 我們... 沒有敵人 到處都有敵人 到處都是敵人 對 而且我想說雖然不能跟韓國比 可是我還是覺得 台灣男生去當兵很可憐 是當然 就浪費時間 浪費時間第一 然後大便 不是大便就是... 大便 什麼 一個很大的改變 很大的改變 對 我覺得如果跟德國比的話 德國人也是義務的 我們要當兵 你也要當兵喔 你要當多久 我們九個月就好了 但是重點是 差別是 德國當兵的話 好像一月可以拿兩萬的薪水 那如果在台灣這樣的話 大家很... 我去當兵沒關係 對啊 但是你們的薪水真的太低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蠻... 台灣當兵多少錢啊 現在好久 一月五千對不對 八千塊而已 七千塊而已 不到一萬 我們以前... 台灣當兵是薪水蠻高的 我們... 我們的話就是一千塊 台幣嗎 台幣一千塊 一千塊 他們有的吃就不錯了 對 我們那個時候當兵是大概兩千多塊 兩千多塊 我們...我是四官嘛 你比較多 四官連獎金四千五一個月 你看兩千塊 大概... 我們要看電影 我要抽香菸 你要幫女生付錢 對不對 吃飯 不用啦... 就是幫你們付錢才不夠用 講到這個我還有想到一個很可憐的地方 台灣女生通常覺得男生應該要比他... 比較清楚一點 台灣女生比較想... 男生的地位比較高一點 可能他已經有工作 台灣女生如果出社會的話 不喜歡跟學生在一起 對... 那很可憐的是台灣男生如果要當兵當兩年的話 女生已經開始上班 對... 男生...男生退伍了 就覺得... 女生就覺得... 我們已經沒辦法了 我已經工作兩年 我們不適合了 對... 他只想... 他比較想交一個出社會的男生 對... 所以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可憐的地方 所以很多男生在當兵的時候 然後女朋友都跑掉 兵變 兵變 這個是一個台灣文化 兵變 因為當初我也是這樣子 你什麼 沒有就是那時候當兵的時候 然後女生她就走 對... 沒有... 那個你說台灣的女生有公主病 這個不是我說的 按照國際的統計跟研究 台灣是公主病墜落的國家 對... 是 真的 是...他們有這些女生 他們就是自小受家人的一種 無味不治的寵愛 沒錯 然後呢... 他們929就會害男生很苦 就是... 都是他們的錯 他們是這種公主的行為 他們就是受教訟 然後他們不負責任 真的 那就是一堆這個負面的現象 在他們的身上 所以就是因為他們 男生才會苦 你和我的朋友 你說... 台灣的女生都愛外國人 老外啊 為什麼 你怎麼會... 我們都是外國人 每個都有女朋友 可是我們都... 台灣... 你看...多丟臉 馬國賢 丟了現眼的傢伙 很多... 他單身... 他沒有... 他沒講完... 他沒講完... 我的台灣朋友 好多朋友 台灣男生朋友 沒有女朋友 整個水準都被他拖低的 所以... 所以你們會不會認為 你們外國男孩子來台灣 交女朋友很容易 我覺得比較容易 我不知道... OK... 有台灣女朋友的請舉手 或者太太 我都有耶 一半... 你沒有 你有嘛... 你也有 我可以講到嗎 漂亮... 講得好 我覺得有很多人 他們覺得男生很愛亂玩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很多台灣的女生 更愛亂玩 漂亮... 講得好 因為他們看到外國人 就像要長心 對... 一吃... 真的... 就掉了 講得好 因為你們比較大 還是一樣啊 一吃就掉了 你這麼愛吃就繼續吃啊 我現在... 對啊 OK... 所以我覺得說 不一定可以叫到真心 OK... 向華瑞 你沒有台灣人 我結婚了 跟一個俄國女生 俄國 我結婚了 對... 美國跟俄國 那不是四仇嗎 我知道... 我知道了... 現在就好了 你結婚多久了 我們禮拜一 禮拜一 剛成親了 你來台灣多久了 我09年到 09年 4年了 那你很厲害 你來台灣 但是你跟俄國人結婚 對... 那他也是來台灣 是...他在台灣 他在讀書 那很厲害耶 那你喜歡台灣的女生嗎 以前有 有過嗎 對... 所以說幾乎都交過台灣的女朋友 就是台灣女生 沒有很... 就是有國際的觀念 對... 對...就是跟他們聊天 我一次就是跟一個朋友出門 他說我要去那個 NOW RIVER 你知道在IG NOW RIVER NOW RIVER 他說我要...我要去NOW RIVER 在那個印度 蛤? 真的假的 那對... 我說你... 你... 對...你迷路嗎 對... 他說我要去NOW RIVER在印度 我說NOW RIVER在埃及 他說不行 沒有啊 他...他告訴我 不是 所以就是我覺得 有著台灣的時候 沒有就是國際的觀念 我跟你講 不算什麼 他們連台灣都不認識 連義大利都不認識 有可能 這個義大利在哪裡 我跟一個女生說 我來自義大利 他說 義大利在美國的哪裡 沒有啦 沒有啦 你還跟他講說 我來自義大利 哦 你是咖哩 他應該知道 我常常聽到 喜特勒是你們的國父嗎 喜特勒 你睡到今天一會兒 大家 如果有人掌聲的話 然後我去... 這個怎麼還吃啊 白癡 我聽到最好笑 好丟臉 喜特勒是不可能 國父 國父 真的... Johnny Johnny Johnny你說台灣的男生 太有禮貌 所以反而交不到... 女朋友 不要太... 太有禮貌 不要太有禮貌 真的 有時候要直接一點 真的啦 你覺得... 台灣男生背小孩很奇怪 對 我這一次來這裡 發現這個 我會覺得... 可是... 這個也不錯 如果你們是那個... 父親 父愛 父愛 但是在南非很少罷了 對 很少會看到這種東西 對 我第一次看到的小朋友拍他 然後給你的同胞看 對... 他們覺得很奇怪 對... 真的... 有這種東西嗎 我說... 這個不是假的 是真的 我們在看南非的一些... 畫面啊 旅遊頻道啊 他們都是女孩子抱的... 對 小孩嘛 男生在旁邊笑 你打電話 就喝啤酒 不是 女孩子抱小孩比較容易餵奶啊 對... 直接就課了 那... 直接課了 對啊 亞伯 你... 你覺得台灣人吃飯太快 對 我覺得 因為比方說 在... 在歐洲 你有休息 然後可能有一個小時 或者是半個小時吃飯 然後你慢慢吃 然後再工作 可以比較... 比較努力 但是... 如果你就... 十分鐘 然後你再吃... 便當 你都沒有時間 你要吃... 到很快 我覺得... 都很辛苦 我要問一下 剛剛我們都講 你們都覺得台灣男生 有些行為很可憐啊 什麼的 我們來講講台灣女生好不好 你們最受不了台灣女生 做什麼事情 我... 非常討厭台灣女生 很好 有兩個方面 外表 跟行為 外表 外表的話 睫毛 睫毛 加睫毛 為什麼 對... 太噁心 為什麼... 還說就是假的眼睛 對啊 為什麼 假的影片 藍色... 綠色... 紅色... 為什麼你的... 就是自然的眼睛 為什麼不能出來 來...請回答 為什麼 我... 這就像你... 像你穿衣服啊 你穿衣服有時候 我現在把他們拔下來 其實... 好... 我現在拔下來 不要這樣 這樣會比較有精神 會覺得比較好看 有一次我跟那個台灣女生 他跟我說... 掉出來 好噁心喔 為什麼... 我覺得... 因為台灣眼睛太小 習慣問題 不是 我覺得... 譬如說藝人他是因為 上鏡頭或拍照 他可能要... 比較誇張 你自己是一個人 他可能覺得這樣比較好看 對 那可是如果私底下 我是覺得可以輕鬆一點 對啊 好不好 還是你們自己認為的 外國人幾乎不會像假睫毛 通通都覺得... 那是外國人睫毛長 那是外國人睫毛長 但是他們會刷睫毛 我好像在... 他們會把睫毛刷成黑的 就是歐美國家 我很少看到有在賣假睫毛 對啊 幾乎沒有 沒有人會買 除非真的是上電視節目 是可能在夜店很暗的時候 要強調那個 對 除非是出去玩 而且很多台灣女生出門 一定要化妝 沒有出門的 沒有化妝的話根本不然 我覺得這個很... 那是一種禮貌 他絕對沒有穿衣服 我覺得是... 那個是沒有... 那個是沒有自信 不是... 沒有自信 沒有自信 我覺得剛剛這一點 非常要怪台灣男生 因為台灣男生喜歡在網路上 看很多正面照片 那些正面照片 就是可能裝很濃 可能看日本的一些A片 或是一些那個韓國的那個團體 對不對 他們都很漂亮 但是他們都... 動手術啊 或是... 沒錯 我們韓國... 我們韓國有時候就是會整性的 可是問題是... 你為什麼要整成這樣 尤其... 你沒有整頭啊 那我放心 沒有... 假睫毛的問題是... 我也是就好奇啊 因為我的女朋友也是敏感 叫做假睫毛的 他不化妝 可是有貼假睫毛的 蛤? 他不化妝貼假睫毛 對啊 有... 因為韓國的話 那個... 比較自然性的 嗯... 化妝就沒有很濃的 是... 可是... 我們就是... 我說不了是... 那個台灣的女生 化妝得太濃了 太多了太多 我喜歡那個激然的 那你覺得行為有什麼不好 行為的話 什麼 什麼 那你覺得行為有什麼不好 行為的話 你要吃東西嗎 為什麼那麼高 很可愛... 什麼... 為什麼那麼高 化先生我很愛你 喔... 對 為什麼 這個不是自然的 這個不是自然的 這不是自然的 這個不是自然的 對... 如果你在上班的時候 OK 那外面 啊... 等一下... Niko 你也這樣認為對不對 有一些女生是這樣子 不可以 等一下...Niko 你也覺得... 這個就像男生 你好 我很爛喔 對... 講得好... OK 裡面只有Niko講說 你很受不了女生這個聲音 也是這樣 太可愛了 太可愛了 我的問題也是... 我的中文有進步好多時候 我開始在一個婚紗公司工作的 然後那邊大部分都是女生 然後我開始講話 也是這樣 我好餓喔 我很想睡覺了 是這樣很可愛的 很亮的 我不知道了 就是... 說不了這樣 就... 馬上頭痛 不需要那麼... 再看看瑞說的 對... 那是因為... 我們台灣有很多男生 喜歡聽女生撒嬌 對啊 賀少霞 你受不了台灣女生做什麼事情 台灣女生可能會... 睡睡睡念 睡睡念了 對... 沒什麼...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他們還是找到理由發脾氣 很莫名其妙 還有那個Facebook的臉 臉 你那個嘟嘴很棒 你再嘟這個我看 你的頭像 既然人家來了 你們趕快看一個現場 我們台灣女藝人這個... 裝萌或者裝飾 這盤 來...預備 讓你看現場的 看到沒有 好可愛喔 可不可愛 可不可愛 對... 怎麼樣... 謝忻 為什麼裝可愛的時候 一定要沿舌頭 我真的不懂 有很多女生在... 為什麼 有沒有 可愛 這是可愛的一個代表 哪有可愛 我覺得是智障 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說一句話 你們都是外國男生 可是... 其實台灣女生拍那些照片 應該大部分也是喜歡給台灣男生看 台灣男生看 是因為台灣男生喜歡 台灣女生 什麼樣的男生 你想騎那種... 聽少年那些高中生 那個好可愛喔 好辣喔 還是想騎成熟有智慧的男生 成熟智慧的男生 不會喜歡那種... 我覺得當然喜歡問題 沒有辦法用智慧來看別人 因為... 我們外國人來說... 因為小朋友就喜歡 讓小朋友喜歡啊 有些人搞不好真的是 對... 對我們外國人來說 這樣那麼可愛 大概六歲以後就沒有了 對... 不是小朋友的 真的... 所以來這裡有時候有拍照 有時候... 不知道啊 六十幾歲還是八十幾歲的阿邁 阿邁會這樣 阿邁是很可愛的 但是... 你們每一個國家的女生都不會嗎 不會 都不會嗎 現在能變國際的 很多女生會 到重點 我台灣最受不了就是 幼稚的熟女 幼稚的熟女 我臉色的指控喔 我可以請問一下嗎 你們為什麼那麼怕老 老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老了代表說你年輕的時候沒有死掉 是不是 但是... 年輕的時候沒有死掉 我今天不會講任何的名字 但是台灣有一些 非常非常實力派的演員 他們每次訪問這些人 就會說 你好可愛喔 你還保持這麼年輕喔 保養得好好 可是都不會講到他們的演技多好 都這樣 我真的沒有辦法了解 而且... 你們台灣男生還是會... 垂涎語迪 可以請問一下 為什麼那麼的喜歡嗎 什麼 垂涎語迪 為什麼那麼喜歡這些... 幼稚的熟女 對 我們是被逼的 最好是 我們也不想要 但他們都這麼幼稚 Fuck 所以台灣男人好命苦啊 知道吧 我們接受這些女孩子 等一下 裡面有一個講的一個非常重點 金榮浩 台灣女生很討厭對不對 因為他們喜歡檢查手機 對 是不是 因為一種禮貌嘛 對不對 對啊 真的 我手機現在... 我現在手機沒有密碼的 給你看 可是我... 那個... 我就是... 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就是... 有手機 就是他就是... 面前... 我的面前看OK啦 可是... 偷偷看 偷偷看對不對 對 都喜歡的 沒有關係 現在有一個廠牌 它指紋辨識系統 那個是厲害的 那還要再加裝 如果不是 它指紋... 就馬上炸掉 炸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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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朋友呢 可是他看不懂韓語嘛 可是女生... 他是誰 你跟他怎麼那邊是 我好想學韓語喔 然後就是... 就是說不定的事情 是那種... 晚上啊 晚上不是... 我就... 就是... 跟韓國學弟喝酒的時候 就是... 他一直打電話跟我說 你什麼時候回家 對不對 可是... 可是跟朋友一起喝酒嘛 不是女生喝酒的 對 昨天也是那個... 跟學弟喝酒的 可是... 我變成... 變成那個台灣男生啊 因為他打來 我趕快回家 可是... 唉唷 你在韓國不會這樣 趕快回家的 如果你在韓國不會這樣 韓國的話 欸... 我等一下就回家 我跟學弟喝酒的 對 我跟學弟喝酒的 台灣的話... 台灣的話跟美國不一樣 如果你有女朋友的話 你可以就是禮拜一見面她 禮拜五、禮拜天 就OK 對 台灣... 天 每天 每天 每天的話我可以就是禮拜一 禮拜三、禮拜天 就OK 嗯... 還有一個... 你們不覺得喔 台灣女生很奇怪 好像都是吸血鬼 她們很怕曬到太陽 我看到很多... 可以說... 可以說鄉下嗎 可以... 比較鄉下的阿姨 她們可能皮膚很黑 但是... 真的很像那種中東人 有沒有... 全部從頭都會遮起來 包起來... 包起來... 然後戴眼鏡 然後戴口罩 然後戴一個很大的帽子 還有另外一個 那個我不知道叫什麼 一個放在這裡的一個... 這種面罩 毛巾 有那麼的... 有那麼冷嗎 還是... 有那麼... 怕黑嗎 我不懂 可是他們本來就很黑 還怕什麼 怕更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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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怕黑啊 對啊 怕黑 為什麼不怕黑 太陽過來啊 而且... 而且我看很多... 很多歐洲的人 或美國的女生 看到太陽很高興 對啊... 哇 馬上要趕快 要曬太陽 馬上要 可是台灣女生一看到太陽 啊... 台灣... 台灣天天都是太陽啊 我跟妳講為什麼 嗯... 我有聽... 我有聽女生說 因為這邊的男生喜歡 白白的皮膚 對... 對 是不是男生害的 誰說的 是... 大部分 可是我們比較喜歡... 皮膚加 健康的 對... 白白我們覺得不太健康 太白白 我怕... 我會怕這種人 對啊... 但是... 但是我們歐洲一百年以前 也是這樣 歐洲一百年以前 也比較喜歡皮膚白白的 然後就開始改變了 我們喜歡比較黑一點 但是以前也是這樣 應該是... 應該是年紀比較大的男生 他們喜歡皮膚白的女孩子 對不對 沒錯 就是你們的廣告 就是都是白白... 都美白... 你去那個星光三月白白 這都是白... 都白白... 去過三月... 都是白白... 所以你... 你給你的美國朋友 那個看照片 他是那個龜是誰 因為他是很白 你看 真的 你看我們台灣這幾年 講那個美白啊 全部都是... 都是在講美白 女孩子的化妝品 防曬系數什麼東西的 都是白的 對 都是要求白 其實女孩子曬在太陽 那個顏色我覺得... 更好看 小麥的顏色 對不對 健健康康的很好看 有一個地方喔 為什麼很多人這裡 我看... 我太胖喔 可是他們一定會說 我說哪裡胖 他說你看啊 我說... OMG 你不胖啊 對... 我有一個美國朋友 他在台灣 男生 每一個人都說他胖 他有點很生氣 他說你知道嗎 我在美國 我是瘦子 因為美國要胖得更多嘛 對 他只是比我再胖一點 他是說他是胖子 說得對 他很生氣 你知道嗎 他很可憐啦 這個不一樣的想法 因為在美國的話 男生比較喜歡 就是一點點有肉肉 對啊 就是要抓... 如果你回家 就是抓那個骨頭 有一個地方 對啊 對啊 你是Albop 欸 Baby 你有吃東西嗎 OK 這樣講 你站起來 他會不會太瘦 太瘦 有一點點 好像... 我不要笑他 不要笑我 不要笑... 沒關係 你講... 你講... 就是好像你跟那個... 他會不會太瘦 太瘦 有一點點 好像... 我不要笑他 不要笑我 你講一下 不要笑... 沒關係 你講... 你講... 就是好像你跟那個... 筷子吃東西 筷子 筷子 第一個話 我們說他是筷子 沒有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是喜歡 讓台灣的男生喜歡我 但是我沒有一定要讓 外國的男生也喜歡 不一定 這是你的選擇 可是他玩美國的 所以我就是回答 所以你說他筷子 其實他很開心的 對 其實你這樣講 他好像這樣子漂亮耶 這個會太瘦嗎 這個 還不錯... 他還好一點 我們發... 有一點肉 這一點... 那這個太胖 OK 沒有... 都是一樣 不要吸出來 太黑狗 你選飛喔 我們外國人說看 我們不是看那個... 我們要看... 全部 對 台灣知道這個人 是漂亮還是不漂亮 最後我想請各位 給台灣男生 一個建議 你們想跟台灣男生說什麼 讓他們更好 對 我覺得台灣男生可能 就是可能更好 更有意思 還是更有國際的觀念 可是他們... 因為我覺得是文化的問題 社會的問題 也是教育的問題 沒有學到國際的東西 所以不能怪他們 可是他們可以自己去查 國際的東西 學到別的東西 開發自己 所以我覺得他們有那個能力 可是沒有用 所以我覺得是... 要說大才少用 多少下 你想跟台灣男生說什麼 我覺得每個人 不只是男生還有女生 就做到自己最好 不要太在... 在乎別人的想法 你不要得罪別人的... 不要因為別人說什麼 你就去做什麼 最後你會怪別人 你不開心 但是我... 很多台灣人是... 全世界最... 猶豫的一個民族 哦 有一些調查 台灣人... 很多人很猶豫 我覺得... 不快樂 是因為你們不是為了你們自己生活 你們都一直在想 別人在享受 你們不想要... 出風頭 你們想要... 你們不想要被發現 所以我覺得你們應該要... 追求自己的理想 然後好好去追求那些 你們一定會有一些人喜歡你們 不是為了男生 是為了父母 我覺得他們要讓... 小孩比較獨立一點 你知道嗎 因為... 有時候父母說什麼 你要做這樣... 然後孩子... 他們沒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後來就是... 對...比較... 比較可憐一點 就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像很多人就被逼著 比如說... 你一定要做醫生 你一定要學鋼琴 你一定要幹嘛... 也許他不喜歡做這樣的 醫生很可怕 開刀 我... 我... 那個... 南非的先生 我要跟他們說 要有信心一點 信心 所有的東西你可以做得到 不要去怕 對 你有能力 要去怕 要有自信 要真的 OK 要有自信 OK 好 謝謝 來 各位台灣男生 這一輩子不要再人氣吞聲 福壽貼兒 哇塞 你好沒有聲音 有聲音 太好了 太好了 台灣男生... 女生都要自己的想法 比如說... 吃東西 這個東西好吃嗎 然後他說好吃 然後這個東西好吃嗎 這個也是好吃 那哪一個好吃 他說多好吃 他沒有自己的... 沒有自己的想法 沒有自己的想法 那他真的要說 這個好吃 這個比較好吃 太好吃 這樣子 要有主見 比較精釋 就太有禮貌了 太禮貌 太客氣了 不是他 我老婆已經... 我台灣的老婆已經不定我的話 你會... 你會覺得台灣的男生 很難... 不要 我老婆不想定我的想法 他想定他的想法 跟一個法國的個人 你知道嗎 沒有講什麼 就是... 我覺得你們很幸運 像跟我一樣 有一個台灣的女朋友 是台灣的老婆 他們... 你也快變成台灣男生了 台灣的女生很溫柔 很喜歡家什麼的... 這樣的... 家裡的感覺 所以... 就很幸運了 沒有什麼... 他跟我們一樣 一樣... 不敢亂講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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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台灣男生 就是... 希望就是... 動作快一點 因為遇到台灣人 一起合作工作的話 動作太慢了 因為我們... 你知道我們... 我們話就是快... 都快吧 還有一件事情 如果打架... 不要講... 不要講... 玩... 不要鬧啦 對... 因為一邊一邊的時候 不要找人 一個對一個 玩擺玩 那個... 那個... 拿安全帽一次打的 對... 這是真的... 可怕的 真的 對... 不要拿武器 對...不要拿武器 就是... 真的是男人跟男人... 對... 男人跟男人之間對不對 更好是不要打架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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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以後... 那我們就推從就是 一對一... OK... 不要打架... 吵架的 開始講... 看誰講得贏 台灣女生尤其要反 要反省 對... 不要讓我們台灣男生啊 那個攝影師拍手是嗎 拍手 不要讓我們台灣男生 大財小用好不好 OK 謝謝各位參加廣播 謝謝 歌唱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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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唱是